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就来进入一个新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 主要是谈这个加构师的 这个创新 的能力 以及呢 创新的思维 他的心理素养的培养 在这里呢,我们要来 介绍 这一个 创意 的幕后最主要的 就是 受孕推理 受孕推理呢 他是人类三种 逻辑推理当中 最具有这个创造性的 一种推理方法 那我们就会来说明 受孕推理的基本观念 然后呢 会以孔明的 这个三分天下 还有空城剂 这个 车内 的应用 那么 既有高度 创意的 这种 典范 那幕后 到底用了多少 这个受孕推理的 这个模式 那我们就来 以孔明的例子 来说明 他这个伟大创意 背后的 受孕推理 之后呢 就来 谈谈 在A段架构设计 上面 那这个受孕推理 能够增强 A段架构思 的这个 创意能力 还有创新的 思维 那再来 这个 受孕推理呢 他有很重要的特性 他就是 叫做假电跟否证 他不是实证 不是实证 他是否证 就是 找理由 来 否定掉 这种假设 那这叫删除法 删除法 受孕推理呢 跟他创造性的关系 好 受孕推理呢 是人们 除了 这一个 演义法 这第1种是演义法 第2种是归纳法 第3种呢 叫做受孕推理法 OK 这是人类 最主要的 3种逻辑推理 那这种逻辑推理呢 偏向这个数学 偏向数学 这一个逻辑推理呢 偏向统计学 统计 譬如说 你看到这个很多做简报啦 会有统计图啦 这都是来自这个归纳的 用推理 然后这边 是属于这个 设计 设计领域的 这种比较擅长的 设计师啊 建筑师啊 这个续剧的创作者啦 小说创作者啦 还有像这个 这个 莎士比亚啊 这些做大部头的创作 的创作者呢大部分都是 擅长于这个受孕推理 擅长受孕推理 OK 所以总共有这三种这个推理法 那受孕推理呢 他是的特性就是看到的现象 第1个 先看到现象 这是第1个动作 第2个动作呢去猜测 猜测他的可能原因 第1个 现象之后猜测 猜测他的可能原因 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而已 所以叫做受孕法 受孕法 那么 这个 既有高度的灵活性 因为他是 透过这个猜测 再来检验 所以他既有高度的灵活性 他是算是有创造性的 一种推理方法 受孕推理呢 那就是主要就是假定跟否证 假定跟否证 是透过事实的减验 透过这个fact 事实的 来验证 发现走不通的路 就把它删除掉 所以那也就是删除法 或者叫做减法设计 减法设计 那熟悉受孕思考 就能够拥有诸葛亮的高度创意 高度创意 OK 熟悉受孕思考 就可以像 麦肯锡公司一样展开 高度的 这个创意 来解决商业的问题 来 提供这个商业的架构 以及商业的车列 所以呢 就展现出巨大的这个商业价值 商业价值 OK 那么这里头就是 这个逻辑推理 这个逻辑推理里头的 我举了 做一个比较一下 这个演义逻辑呢 演义逻辑就是 这个 凡是 凡是这个人 都会死掉 这个是一个命题 就是我们已知的 这个 逻辑推理是 已知的 逻辑推理 只要是人都会死 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知 这是人 人都会死 这是一个逻辑 OK 这叫 演义逻辑 人 人 都会死掉 人难免亦死 OK 人都会死 对不对 人都会死 那么会发现 只要是人 那么一定会死 OK 那就是人都会死 对不对 人都需要吃饭 所以只要是人 那你必定要会吃饭 必定会吃饭 对人都要呼吸 所以那只要是人 都会有呼吸这个动作 那这个是非常可靠的 因为人都 都会死 这是 一个 可靠 叫可靠 非常的可靠的一个 这个 命题 那么 透过这个 演义 就是 就推理出 只要是人 他就会死 OK 那就是因为来自这个 命题 为真 这命题是真的 命题是真的 OK 那这个命题呢 不一定事实 那是可以是假说 譬如说 这个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物质都是有原子过程的 这是 人类的假说嘛 那假说呢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 真理 把这个假说视为一个真理 因此就可以拿来做 有原力 的推理 所以只要是 我们就可以推认物质呢 所以只要是氧 氧气 那么 他的氧原子呢 氧一定是 由这个原子所过程的 所以一定有氧原子 这样子 因为我们 在这一个命题呢 视以为真 物质 都是由原子过程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个物质是氧 所以我们就 可以推论 他一定有氧原子的存在 有氧原子的存在 那么这个叫做 这个 眼力的推理 眼力的推理 那么受音的 推理呢 就是我们今天 看到这一个 像医生一样 看到 你现在是 流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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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有这个花哨 然后他就 依照他自己 医生心中的 这个逻辑呢 这个逻辑是假定性的 这个逻辑呢 是把它视为真理 这个是自己都知道 那是假设性的 所以这一个 凡事呢感冒 那么他就会 发烧 会流鼻水 这是 感冒 就会发烧流鼻水 所以呢 就推 这个看到 有一个病人来了 看到他发烧流鼻水 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 他是感冒了 这是原因 就是感冒 就是流鼻水 发烧的原因 的因 这叫归因 所以叫受阴推理 受阴推理 那医生是最尝试 采用这种做法的 这种推理法 OK 好 那我们待会会再做详细的说明 OK 那同样的 也许你会问一问 高老师呢 那你自己 是不是也擅长收音推理 答案是 YES 答案是YES 那么 那高老师你有什么创新呢 其实高老师的创新还不少 那其中 最近的 就是我的 EIT造型 就是我的一种创新 那这种创新 其实 跟受阴推理 都是有关的 因为 一开始 的确 是用假设的 是用假设的 然后呢 就找理由 否定不了 那就继续的 热情的追逐下去 就这样子 所以呢 例如说我另外一个创新 就是 在 Smart City 就智慧城市的 这个 Top Label 的 这一个 架构设计 这是 顶层的架构设计 那我提出我的 这个方法论 提出这个方法论 那么也在 最近呢 被这2013年的这个 国内 最崇高的 最顶级的 这个设计领域的论坛 大会 为他所录用 那 这算是我的创意 那这创意 其实我这一个 论论呢 最主要的图 就是这一张 就是这一张 就是把这个 架构设计团队呢 放在这个位置 架构设计 然后呢 有这一个 软件的开发者 来做这一个 做检验 给需求做验证 然后呢 还有这个 专家组呢 来提供 这个意见 还有老板提供愿景 然后在一个 啊 连结迭代 的一个 反馈的流程当中 可以把这一个 啊 Smart City的架构设计 做到了 是最具有这个 优越性 还有最具有可靠性 啊 可 可实现性 因为透过这需求的检验 所以呢 这边确保的 啊 这一个架构设计的 可实现性 啊 然后呢 这一个AHP呢 是找专家 来做评估 然后确保 他这一个 架构设计呢 具有这一个 啊 最佳性 啊 最佳性 啊 最佳性 OK 最好的意思 所以 又能够 让我们的架构设计 做到最好 而且又可以落实 那这个就是 我的架构设计的 一个方法论 的一个创意 那么 这其实呢 里头呢 大部分 是来自这个 设计领域 的一个设计思考 其中幕后 最主要的 就是 收音 的逻辑推理法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 收音推理的 基本概念 基本观念 好 那这个收音推理呢 是由这个 现象观察 这个结果 啊 比如说医生 观察到 流鼻水 感冒 然后呢 啊 从这一个 观察现象 然后呢 再来是 啊 推 猜测 原因 啊 只有两个 一个观察现象 一个猜测 他的原因 然后的这个过程 那沿着这个现象的特征 追受到可能的原因 啊 这就是 叫做收音推理 应用这个方法 去猜测 现象幕后的可能的原因 啊 那他 因为逻辑推理呢 这个逻辑的规则不是那么严格 啊 所以呢 他的 弹性就比较大 所以是一种 投有创造性的推理法 啊 推理法 好 我们现在 啊 接下来 为了 让你更了解 这个收音推理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挤这个 斑马线跟车子被开发单的例子 来说明三种 推理法 让你 能够做个区别 啊 首先呢 便利法 便利法就是 把这个推理 把这个逻辑推理 看成是一个事实 或是一个真理 这是 一个 一个真理 把它当成是一个事实看 如同看这个fact 所以呢 停在斑马线上的车子都会被开发单 这是千中乱缺的咯 虽然是推理但是我们认为那是千中乱缺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到 这是事实咯 有一部车子停在斑马线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推论出结果 这些 这些车子一定会被开发单 一定被开发单 所以 在这里头呢 人的创意 是非常有限的 都只有直接的推论下来 直接推论下来 OK 就叫做演绎推理 那么 我们再来 看看这个推理呢 这敏捷架构 敏捷开发 的一个思维 就是将细节的设计 转移到开发阶段 这我们在 上 上一大部分 在谈这个 接口设计的时候 就谈到敏捷开发 所以把它转移到开发阶段 所以开发者呢 也就是编程的 程序员 就要做设计 那么这个把它当真理看 把它当真理 这个 如同 事实 然后再加上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再加上这个事实 A公司采取 敏捷开发 因此呢 就可以 非常确定的 推出来 A公司的开发者 都在做设计 都在做设计 OK 那么 这个推论呢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会正确的 会正确的 但是 我们常常会继续的推论 OK 继续的 利用本力法 继续推论 所以A公司的开发者都需要 设计思维跟技能 那要做设计 是不是一定要有 设计思维跟技能呢 这个可 不见得 一定都没有例外 可能有 所以这个可能是百分之九十的可靠性而已 有一些可能例外 我不需要有设计思维跟技能 我就可以做设计 我是天才 OK 那么 这一个 另外有一家 这个卖书籍的公司呢 就继续的推论 A公司开发者 都需要看设计的书籍 那有的人是 听视频呢 有的人是 有找老师亲自教了 但是不用书 只是给一般的 PPT的讲义 所以呢 是不是需要看书呢 可能只有 50%的准确咯 所以这就是 点力推理 推得越远 它的准确性可能就越 越低咯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归纳法 归纳法呢 就是看到 这个两件 这是事实 看到这个事实 然后呢 得出这个推理 看到事实 得出推理 好 那这个推理呢 是我们的产出 而不是真理 而不是真理 好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有 很多车子在斑马线 但是都被 开发单 所以我们就会推论 在这个城市呢 应该是 警察呢 特别会抓斑马线上的 停车的 这个 违规停车的 所以我们就推理 在这个城市里头呢 停在斑马线上的车子 都会被开发单 因此呢 就 特别警惕自己 会警惕自己 这一个 还有到学校 那么如果 迟到 都被寄过 对不对 上面批的 有很多人迟到了 大家都被寄过了 所以呢 就会顶弃自己 最近 这一个 凡是 迟到都会被寄过 所以呢 我要稍微小心一下 这就是归纳 但是不一定 不一定 那只是 看到了现象 自己去 这个归纳出 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而已 OK 再来 农夫天天挑水浇花 又舍不得伤害花 农夫却成为大富翁 OK 这看到一个农夫呢 傻傻的 那么 每天挑水浇花 又不想栽花去卖 那么 结果又看到 哇 农夫怎么 住的房子那么好 又成为大富翁 因此呢 我们就 推论了 这个农夫呢 是因为心境好 心境好 这个 愿意为花付出那么多 所以呢 就成为大富翁 OK 是因为 心境好 所以成为大富翁 OK 那就是一个 推理 但是可能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农夫呢 去中了一个大乐透 或中了一个富财 等等 而变成大富翁 但是 这种推论 这是人去推论的 所以呢 他的准确力呢 不一定是高的 所以呢 这个准确力呢 常常小于这个 百分之百 小于百分之百 OK 再来 许多厂商呢 生产智能手机配件 看到这个事实了 很多人 很多厂商生产这个智能手机配件 而且他们都赚了钱 因此呢 我们就会 告诉自己 会推论 最近呢 智能手机的市场 不错 智能手机的配件市场呢 也跟着 生意肉肉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 一种推论 一种推论 但是呢 同样的 这些厂商赚钱呢 可能 不完全是靠手机配件赚的 那只是一个推论 一个推论而已 就叫做 这个归纳法 叫归纳法 所以这个准确性 也会 第100% 第100% 再延伸性的推论 那么 刚刚谈的是 手机 谈的是手机 就把手机呢 把它扣大 把它延伸 到TV去 这样子 那这两个的相似性 到底高不高 这个可能没有100% 没有100%呢 就直接推论下去 它就下降了 它的一个 可靠性 所以智能电视的配件市场将蓬勃发展 我们知道 这个手机呢 Mobile phone 的智能 的这个配件市场 蓬勃发展 但是 推论到TV 可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两个市场 可能是不一样的 用户的主情也不一样 所以呢 这可能呢 只有60%的可靠度 可靠度 然后再来 再把它推到 小米公司呢 做手机 又做 机顶盒呢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小米公司 可以靠 机顶盒的配件市场 来赚大钱 来取胜 那这个推论的更远呢 可能只剩下 50%而已 OK 这叫做延伸性的推论 OK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 就是收音推理 收音推理 收音推理 我们就来看一下 收音推理呢 它的一个 看到这个现象 这是一个事实 它的事实只有这一个 然后 这一个推理呢 是假定性的 它也不是 归纳出来的 它可能是归纳出来的 但是 在这里是假设的 假设的 那常常是 不依赖 归纳的 常常是无中生有的 就用纯想象的 都有可能 所以它才会 更具有创意性 所以它看到 车子被开发 但譬如说 你的家人 这个回到家里 就跟你说 这个爸爸妈妈 爸爸和妈妈 我今天很不幸 车子被开了一个红单 哦 那么 这个 爸爸和妈妈就会说 哎 那你的 这一个 车子呢 是不是 停在斑马线呢 最近呢 这个 听说 这个 斑马线呢 停车 都会被开发单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心中的 这种逻辑 不管他是来自 听说的 还是来自自己想象的 还是来自归纳的 反正 在他心中 就是一个假定性的 那就 因为假定 这样的一个 假定性的 逻辑推理 停在斑马线上的 车子 最近都会被开发单 所以呢 一听到 这个事实 马上 想到 这个音 马上想到这个音 OK 那就叫受音的推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喜多病人得天花 喜多病人得天花 那么 这个医生呢 就 他可能会推测 可能会 归到这个音 这个 病人呢 应该是 应该是感染A病毒 假设 这假设的 是可能应该是感染A病毒 那为什么会做这个 因的这种 结论呢 是因为他幕后 有一个假定性的推理 就是 感染A病毒 会得天花 这是在这个医生的心中 有一个假定性的推理 所以呢 看到这个事实 就看到一个patient进来啦 他就会 得出这个音 然后依照这个音呢 去对症下药 如果这个对症效药而无效 那下次呢 医生就会换 换药了 换药的意思 就是说可能呢 换成V病毒的药了 因为是无效的嘛 所以呢 这个不管 这个后面的对症效药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这意味着 这个医生在心中 这个都是假定性的 A病毒的天花 所以呢 他才会给病毒A的药 A病毒的药 那么 给这个A病毒的药 其实因为他是假定性的推理 所以医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给给看 如果呢 这一次有下 下一次呢 就继续的服这个A病毒的药 那么如果病人说没有改进 那么医生就会开始怀疑 这个原来这个假定性的推理呢 似乎 应该是有问题的 因此他就会再假定 重新假定 他可能假定呢 是感染西病毒 所以他就换给西病毒的药 这就叫对症下药 这就是医生 这个心理当中 有一个这个假定性的推理 在心中 所以呢 这叫做 看到 得天花的patient 看到得天花的patient 这是一个 Fact 这是一个事实 现象 然后这是一个 Hypothesis 假定性的 一个推理 假定性的推理 就感染A病毒就在心中 有这个推理 所以就会得出 这个结论是这个因 所以才可以会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OK 所以他就会 在关注给 给这个 这个A 病毒的药 自治A病毒的 这压抑可以 压抑A病毒的 A病毒的药 OK 好 那我们再来 刚刚所看到的 注意看一下 刚刚所看到的是 这个 医生看到的是 病人 看到的是病人 那这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在 当年呢 这一个好几千万人呢 感染这个天花 那很多人死亡了 所以呢 很多医生就急着 找这个病因 所以 很多医生 看到这个 patient的天花 就想找出这个病因 找出病因 所以每个医生心中 都有他的 假定性的猜测 这个 医生A 猜测 猜测是A病毒 医生B猜测是B病毒 然后就一直是 相关的药 给他相关的 这个 但是呢 经过很多年 通通无效 通通无效 OK 所以呢 天花就越远越累 感染的越来越多 大家就很恐慌 OK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 很有名的医生 叫做 金娜 金娜 那么他 就 缓过来 既然大家都在看 这一个得天花的病人 在医院里头看 得天花的病人 那么我会把 重心 把我的焦点转移到 没有得天花的病的人吗 就说大家医生都在看病人 找出他的因 那么我来看 没有得天花的人 结果发现 村庄里头 那有些人是没有得天花的 那为什么没有得天花呢 那 到底他的因是什么 这个是 一个 不一样的思考 原来 很多医生在谈的就是 看得天花的 病因在哪里 现在是 没得天花的 原因在哪里 所以就发现 养了乳牛 所以呢 就可能 跟乳牛有关 OK 那这就是一个事实 养乳牛的村庄里头 很多的 没得天花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 那这个 医生呢 就开始再去思考 所以他心中 就有一个 去掉脸之后 心中就有一个假设 有一个假设这样的推理 就挤了 挤牛奶的人 一旦感染的牛痘 他就 不会再得天花了 他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因此呢 这个 原因是 这一个 有的牛痘 牛痘 他就不会得天花 所以呢 没有感染 没有得天花是因为 感染过牛痘 OK 这是因 没有得天花 这里 没得天花 这是 这是现象 没有得天花是现象 那么 就是 因为他有这样的假 心中有这样的假定性 的一个推理 他是感染牛痘 所以呢 原因 就不会得天花 所以他 确定 这个 没有得 这个 天花的病人 健康的人 是因为感染过牛痘 OK 感染到牛痘 那这就是 因此呢 他就 对症下药 不是 对症下药 就是说 因为他是健康的人嘛 所以就从这个牛痘 取得了 这一个 天花的 这一个 免疫的疫苗 所以从这里 就得出这个免疫的疫苗 所以呢 就可以给 健康的人 去打牛痘 打牛痘之后 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OK 所以他是 这样子一个 延伸的过程 那整个过程呢 其实 都是 这个 受音推理法 只是 一个是看没得天花的人 一个是针对 得天花的 但是 受音逻辑推理 的过程都是 一样的 只是 内容不同 然后结果呢 当然不同 但是 这个兼呢 却因此的 而 对人类 的这个健康 在医学上面 提供了 很多很多 伟大的贡献 就是这样的一个 逻辑推理法 OK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里头有否证的 意味在哪里 就是说 在心中的这个假定性的推理 那么他目的 就是想去否定他 就是否定他 OK 所以呢 他 第一次给药 就是试验看看 希望能够否定 也不一定 OK 当然这个医生呢 第一次给药 当然是希望能够 这一个 这个病人一次 就对症下药 就可以让他健康 所以如果真的 天花是有A病毒感染的 就给A病毒的药 他就会 治完啦 他就会好啦 那么如果比较坏的医生 他是希望 这个我否定掉 我的推论 否定掉我的推论 那 我推论是A 那我就给A 那么我希望 他不是A 因为下次才会再来 OK 那这钱再赚不完 OK 这是比较坏的医生 所以呢 那在这里我们 如果不是医生的话 我们就可以采用 否证的做法 就是 Raw P 则 Q Raw P则 Q 这是 在心中的这种假定性的 逻辑 如果车子停在巴马线 他就会被开花单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要去证 要去因为他是一个假设性的推理 所以呢 要去证实这很难的 所以很难的 但是要否证确实很容易的 这就是这个 否证法的来源 所以因为在逻辑写上 Raw P则 Q 那么 就是Raw P则 Q 如果是真的 那表示 Raw非Q则非P 也是真的 也是真的 那么 现在已知Q是事实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来观察一个非Q 非Q 然后寻找一个P 所造成的原因 就把它否定掉了 就把它否定掉了 譬如说 你说这一个 人都会 这个人都会死 对不对 人 就是 人都会死 只要是人 人就会 死 对不对 那么现在 只要找到一个人 一个人 没死的 没死的 而且是人 对不对 就是没死的 而且是人 就是说 人都会死 所以没死的 都不是人 所以如果找到一个没死的 而且是人 那么就把它否定掉了 就叫做否证 这个很容易 你只要找到一个 一个人没死 那么 没死的 而且是人 那么就否定掉 否定掉了 那这个 假设性的推理 就不对了 一样的 如果你找到一个 天花的 找到一个 得天花的 就说 只要人都会死 对不对 只要人都会死 对不对 那么 你只要找到一个 得天花的 但是不会死 那这个逻辑 就把它否定掉了 所以只要得天花的 原来的假定是得天花的 都是 天花都是 A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因就是在这里 那么 如果我们 找到一个得天花的 但是 非病毒的感染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否定掉了 为什么 因为 你认为 依照这个 这个假定性的 逻辑推理 是A病毒感染所引起的 这是因 所以你这会给药 会下药 会给 给他药 那如果真的是A病毒感染 这个药就有效了 那如果呢 这一个 得天花的 那么其中有 一个因素 他可以 我们可以找到 他并不是A病毒感染 那这一个逻辑推理 就戳掉了 就戳掉了 OK 就把它否定掉 这个假设性的推理了 这样子 就依照 这一个 得天花 再加上这个逻辑 假定性的逻辑 那假定性它是真理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A病毒感染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好 那么如果这个假设性有错 那很可能 我们就可以发现 得天花的 有的是B病毒的 有的是C病毒的 所以呢 我们就 这个推论就不对了 这个逻辑就不对了 这个假设性的逻辑 就被否定掉了 那否定掉 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下药 比如说这个下 A病毒的药 但是下给这个 V的感染者 那是无效的 就无效了 所以从下药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试图的 去检测 这个推理呢 逻辑推理的正确性 那么其中有试图去否定它 科医去否定它 当然我们也希望去证实它 OK 但是里头最重要的 提供一个 否定 的一个机制 否定的一个机制 所以从 得天花的病人中 发现 这个不是 发现 非病毒感染的 那就否定掉了 或者医生给予病毒的药 而发现无效 那也就是否定掉了 这就是一个否证的作法 否证的作法 OK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批 停在邦马线上的车子 发现其中有一辆没被划 就是说 我们说停在邦马线上的车子 都被划 那我们就说 我昨天停在邦马线里没被划 所以呢 这就否定掉了 假设那个 心理逻辑的推理 是有问题的 是需要做修正的 那么更简单的说明 这种的表示方法 可以 把上面这个再简化一下 这是 一个假定性的推理 就在心中 我们在 想到车子停在邦马线都会被开划单 这是我们来到一个城市 就想说在邦马线上都会被开划单 那么我们发现 这个其中有一辆 在邦马上被划 比如说 你小孩子说 这一个 爸爸 我们这个 只要 停在邦马线的车子都会被划 那爸爸可能讲 我昨天没有啊 我昨天停在邦马线里没被划 所以就是 停在邦马线上 都没被划 就否定掉了 这叫否证 其实呢 这每天大家都常常在用这种否证法 OK 好的 那我就 先暂时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继续 来 这个 谈这个主题 我们就继续谈 这个创意 以及这个 收音推理法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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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